英國的希斯路機場 是我們對上一個旅遊特輯和各位觀眾道別的地方 今天我們再會由這裡開始 跟大家說說我和我老婆 在過去潛水的這年半裡面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18個月是什麼概念呢 簡單說就可以一輩子那麼長的時間 在不夠兩年裡面 我們竟然在英國經歷了三任手上 又硬見著一個傳奇的君主駕崩 再有新皇帝登基 但是這樣還未夠經典 還有一些瘋狂的白卡人士 幾輩子打自己的鄰居 走向世界帶去毀滅的邊緣 還有還有世紀大瘟疫 他反轉了全世界 但是訂下的口罩都未用完 他就結束了 服償 是一個這樣的大時代 我和老婆在英國 一個非常陌生 但是又似曾相識的地方 展開了不同的小旅行 希望透過這些旅行 去找回自己身上不見了的東西 今天我們來到位於倫敦市西邊的溫沙 準備參觀出名的溫沙城堡 我們今天去探望英女王 順帶一提 在這次旅行的時候 英女王還未離開我們 你不是女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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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真的去探望伊莉莎白 你不是她的女王嗎 你是公主嗎 我沒有公主的 好健康 我是公主但沒有公主 其實可以脫口罩 那時英國剛剛解除口罩令 但是很多公共場所都要求市民 要戴著口罩才好進去 雖然 連她自己的職員都不會怎麼跟這個指引 在哪裡 現在我們去溫沙 溫沙 溫沙 和羅灣 什麼 和羅灣 黃室寶 黃室寶 黃室寶叫 Winsor 但他中文叫黃室寶 也不是叫溫沙 那你現在去哪裡 我現在在溫沙 我們要去探望英女王的睡房 嘩 好大的膽 要去英女王睡房 我猜你就真的不知道那裡有羽林君主守 我就不會陪你瘋 最多送到你去門口 溫沙皇宮有什麼這麼厲害 他其實是一座在十一世紀建造 歷史上最長有人居住的城堡 大有來頭的 如果不是香港的酒樓都不會以他來明明 溫沙城堡原始是一座用來防守的要塞 直到亨利三世章的豪裝 就變成了黃室的其中一個居所 情況大致上就好像把洛馬洲邊境管制站改建為豪宅一樣 反正皇帝大了你喜歡點癲就點癲 溫沙城堡改建過很多次 最近那次是1992年 一場大火把他很多建築都燒光 為了要籌其去重建 皇室的家裡白金漢宮就從小開放給公眾參觀 賺回入場費去找數 入對溫沙城堡之後 我老婆二話不說 就殺過去由御林軍組成的方陣那裡 我猜是為了試探軍情 就憑目測 御林軍是不是可以打勝仗我就不知道 但是他們都算作風優良 他們是隸屬倫敦的軍區 現時有五個團級的部隊組成 負責守衛皇室的住所和參與一些國家禮儀活動 他的國王衛隊是直接享負盛名 在一些大事大節都會在電視上看到他們 那至於眼前的部隊現在在做什麼呢 用最嚴謹的軍事術語來說 就是一個編隊解除他的武力和任務 再轉移給另一個編隊 而用兩個字來總括 就是 膠肩 不是吧 什麼膠肩都可以搞到這麼大浪風 沒錯 這些就是英國傳統 你想不想像到家裡的保安員 膠肩的時候會是這樣嗎 想像不到 不過現在香港這麼積極引入人才 有一天你在家裡樓下見到中式暴操都不是在做夢 你很想看訪問嗎 不是我看你通常都會訪問一下 有什麼感受 我的感受就是 我覺得真的來到英國 你剛才看了什麼 預能軍那些暴衝 交換部隊的 接班 接班 你最適合的 下班 下班 你太遠 有感動嗎 下班 是感動嗎 不是 你覺得好像真的可以來到英國 我覺得 下班那隊感動 哈哈 那就那個是下班還是 上班 不知道 那現在看完軍隊交監 下一個地方又去哪裡 去英女王那個 英女王的睡房 英女王的睡房也能進去嗎 進去 他現在不在就能進去 原來我老婆 並沒有因為見到兇悍的御林軍就嚇緊了 她是繼續打算去找英女王睡房 不過很可惜 英女王住的皇室公寓是不對外開放的 除非你夠高爬過這個欄 否則你只可以去旁邊的國家公寓參觀 不過話說回來 要突破這個安全防線也不是不可能 在1982年就真的有位人興 擅自地潛入了英女王的睡房 說要找她聊天 始終英國的保安不像某些國家那麼嚴密 因為皇室對自己有信心 頂光是被人扔蛋 是不用搞滴水不流的血肉長城出來 不過想起來 其實這樣說都未必最對 與其說她對自己有信心 倒不如說她對人民有信心 你信得過人民 那你就不會每天罵神罵鬼 怕人推翻你 那你就每晚睡得著覺 走著走著 我們到了聖佐治禮拜堂 這座十五世紀建造的禮拜堂 是很多皇室成員下葬的地方 包括了佐治六世 她太太 還有她兩個寶貝女 瑪嘉烈公主和伊麗莎八二世 也就是我們熟悉的英女王 屎頭婆 好看啊 看了些什麼? 我覺得這個教堂很… 很宏偉 看了很多東西 那我講得出來嗎? 我講不出來 其實現在World of Femini 都是用… 這個不是… 即是她說這個教堂 她不是… 一個握一個古老的建築 她仍然在服務中 我原來這樣… 是的 看完聖佐治禮拜堂之後 我們今天的行程差不多了 你現在去哪兒? 大英博物館 大英博物館有什麼好看? 都是那些… 她是不是被譽為世界的賊妝? 我不敢這樣 你怕英女王懲罰你嗎? 是的 那走吧 走吧 走哪邊不是這邊 是啊 出發了 我們今天坐地鐵 去到位於倫敦中心地帶的大英博物館 這座博物館 對於很多懷有高尚愛國情操的積極分子來說 是世界上最邪惡的地方 它象徵著帝國主義的貪惡 以及對國民的掠奪 因為這裡很多的展品 都是從殖民地那裡搜集回去 今天我們就去看看這裡有多邪惡 大英博物館 是一座佔地80萬平方公尺的大型博物館 它在1753年建立 再在1759年開放給公眾 到現在為止 它收集的展品 已經超過800萬件 這裡的文物 是按不同的民族源頭去劃分的 而打頭震的 就是非洲的文明 介紹當地土著的生活 和他們的文化 剛才你有沒有看到 那裡 說非洲人以前 有些族人相信 男人在新月的時候 都昌不入 什麼新月 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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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你小心走 你看路走 好嗎 大英博物館的中國展區 展示了很多價值連城的古玩 那些日日都說著要學習中國文化的愛國人士來到這裡 一定會咬牙切齒 痛斥英帝的霸權 不過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這些給老外真而重之擠在這裡的文物 還留在偉大的祖國他們的下場 會怎樣 沒錯 可能就像大家現在聽到那樣 始終自己搞自己是可以去到好狠 所以民眾運動就變成了瘋狂的文物搞肉機 好了 我們接著去到日本的展館 錯覺真是以為自己回了日本 在這個展區 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日本藝術品和歷史文物 包括由古墳出土的日用品 還有非常有標誌性的日本古銅鏡 即是好像日王那件神器那些 你說是不是真的好像去了內良的博物館一樣 不過說到日本文化 又怎可以不提他的浮世繪藝術品 當中最為人熟悉的一定是角色筆債 這裡收藏了他很多真值 包括經典的神奈村衝浪淚 提到神奈村衝浪淚 一定不可以不提和他相關的富岳三十六景系列 很多人在欣賞這套以富士山為提材的作品的時候 都會想知道他背後的故事和和他有關的文化斗知識 如果你都有同感 以下我們介紹這本書就對了 有興趣可以點擊一下這段影片下面連結去研究一下 這個直入式廣告是厲害的 不是惡搞你 你覺不覺得有回了戶鄉的感覺 這個是不是 我想去這裏 那裏在裏 那裏在裏 那裏 那裏我想去 那裏 你覺得晚上關燈會沒有鏡嗎 會 你怕什麼 然後那些東西就會變動 好像我出氣一樣 應該很害怕 以前說香港歷史博物館 就是現在被林鄭接個檔 那裏 晚上的東西會動 我們待會去Egypt那裏 應該也會有密碼 晚上又會動 不知道 那一會來看看 看看動不動 大英博物館的埃及展館 可以說得上是最神秘的展館 這裏展示埃及的出土物物 包括法老王的棺材 和穆乃伊 穆乃伊即是反映到人類要永續自己的貪妄和執著 妄想要千秋萬世 所以當希臘的權貴和有錢人死了之後 他們會把身體做防腐處理 再把腎、肝拿出來拿鹽葉 擠在瓶裡 不過是不會要腦 不是get 是真的 因為他們覺得腦是沒用的 對某些人來說 又真的說得通 並且腦很容易腐爛 所以會拔走它 才製作木賴伊 無求要留一副最完美的計 一副驅學 在死後的世界繼續融下去 現在是不是看了 你們想看的 是 我也想看的 是嗎 有什麼很驚訝的 我覺得看媽媽 因為以前我中一永遠都不知道她做了什麼 教歷史 我就覺得英文很深 我不明白 但她會說媽媽 我現在明白 原來她會 那些內臟會拿出來分開 那些心 只剩下心 還有身體 去wrap 啊 是 這麼厲害 你剛才說 你剛才說 那些領導力很高 而且你看到這些 就好像 你以前初中的時候 要做那些項目 要做一些模型交通訪 要做一些模型交通訪 記得嗎 其實我突然覺得 中一要讀 Egypt 我覺得很深 很多英文都不懂的 因為小學 小學是中文的 你突然中一要英文 然後全部都英文 又要讀Egypt 我完全是理解不到的世界 我不太明白 你讀中文都理解不到的 如果 如果小時候讀書 譬如中一 你應該由近代史 開始讀回頭 即是一路倒數 由習近平開始 是啊 那些人才理解到 即你是近期 即小朋友 可能 visualize 到 否則很難 所以我覺得 這個time line 當然是調關注 嗯 原來講 其實大英博物館 除了我們剛才看過的展館之外 還有很多東西看 包括有關於羅馬的展區 有關於希臘的展區 還有介紹英國本土歷史的展區 不過這裡真的太大了 很難一天看得完 就算看得完也說不完 所以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為止 下次有機會再來過 在這一天的早上 我們來到索爾茲白利市郊的地區 參觀巨石鎮 馬上飛了 怎麼樣 有什麼頭緒 你知不知道有什麼背景 不知道 不要緊 我進去廟才不停 巨石鎮有什麼背景 其實我們就 不太知道 所以現在我們打算去資料館 惡保一下 這個資料館用一些多媒體的教材 來介紹巨石鎮的背景 具體來說 就是什麼 答案就是 沒有人知道 因為過去並沒有留下一些有關巨石鎮的文獻 唯一知道的 它是由很多支25噸重的石塊組成的圓鎮 是由公元前3000至2000年前分幾個階段起的 至於它起來為什麼 大家都只有個古字 有人就覺得它是拿來看天象 但是有人又說它是拿來治病 也都有人說它是為了宗教儀式而起的 總之就大家各自表述 離開了資料館之後 如果要通去巨石鎮 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是坐穿梭巴士去 坐幾分鐘 另一個方法就是走過去 走大約半個小時 我們選擇了這個方法 當是做一下運動 順便欣賞一下英式的草坯地 就是這樣 我們一直向著巨石鎮的方向前進 有什麼玩? 有行 你覺得這裡怎麼樣? 很漂亮 很鮮勁 很舒服 空氣清不清新? 很清新 但沒有青台 沒有青台都可以清新 真的 是 通去巨石鎮的路中間 有一個指示牌 它的旁邊是一道木造的閘 我們現在就將會穿過這道閘 走最後的一段路 繼續是無盡的櫻式草地 我為什麼叫它做櫻式草地呢? 因為這些草地是離開了城市之後最常見的英國風景 不要被倫敦的形象騙了你 英國整個國家的總面積大概是24萬平方公里 但是人口呢? 大概7000萬左右 以這個人口密度來計 畫面是這麼上下的 比較空洞一點 好了 不知不覺 我們已經到了巨石鎮 巨石鎮的巨石 果然很大塊 它們根據太陽的位置很精準地建在這裡 在夏至和冬至的時候 還會和太陽連成一條完美的直線 所以很多人會特意走來看日出 巨石鎮的石這麼重 古代的人怎麼搬它們過來 有人說是用樹枝做滾輪滾它們過來 又有人說在地上塗油線距離 甚至有人說是外星人運它來 總之信不信就由你 原來 key 哇 作稱 flame 點砂